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不应忘却的历史译书,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,抗日战争期间, 无数人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维护祖国的完整与统一,但是有英雄也有外类,许多人为了自己的义己私语,却给日本人当了走狗汉奸,据不完全统计,仅整个抗日战争期间,共有二百多万人成为汉奸走狗,抗日战争结束后,为了隐藏自己的对性,这些人大都逃往乡下, 隐姓埋名,张桂花就是其中之一,张桂花也是苦命人,和自己的丈夫都是农民,日本人入侵河北时,张桂花的丈夫被日本人当壮丁给抓走,后来再无身影,张桂花为了能够活下去,找到了一个当地的汉奸, 后来时间见着,张桂花也成了汉奸,就这样走上了这条歪门邪路,张桂花为了发财,就想到倒卖鸦片,受到那个汉奸的庇护,没人敢管张桂花,张桂花将从外面买来的鸦片,转手卖给相信,张桂花就这样过了几年滋润日子, 日本人投墙后,国民党开始抓捕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,张桂花第一批北部,压倒了南京接受审问,张桂花被判复死刑,缓期执行,一直被关押在牢里,解放战争结束后,国民党败退台湾,张桂花贿赂了当时的一名狱卒, 然后偷偷越狱逃跑,为了能够活下去,张桂花隐姓埋名,来到了四川的一个小乡村,然后将当年藏起来钱全部挖了出来,一起带到了四川,张桂花想要找一个身份来隐藏自己,因为当时手里有不少钱财,张桂花就用一部分重建了当地的学校,自己成了校长,张桂花对外则说, 自己是一个大户人家闺女,后来家族被打散了,家里人死得死逃得逃,只剩下了他自己,村里人都认为,这是一个可怜又善良的人,张桂花比起当时的乡里乡亲算是有钱人了,当时百姓的日子都不是很富裕,能够吃得上饱饭就不容易了,张桂花早年攒下了不少钱,根本不用为师发愁, 一天张桂花在家里煮红烧肉,一个学生恰巧路过,看得直流口水,回家对他妈说他也要吃,孩子母亲你看谁吃的,这时候谁家吃得起,这学生说道,是自己的校长吃的,孩子母亲心生怀疑,就将这个事情报告给了村长,村长就找到了当地的公安局, 公安局派人来张桂花家中搜查,在地下查到了成堆的金条,张桂花自然知道瞒不住了,将自己的罪行一五一十地交代了,张桂花到死没想到,自己最终栽在了一口吃的上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